其实 我本是星神宫弟子 只是宗门被毁后 只能加入太玄山避难 太古星帝 曾是我无极星门的恩人 当年若不是他出面 阻止星辰大帝 我们也不能顺利完成封印 罢了 既然你是星神宫弟子 我便特许你进入试炼禁地 多谢大门主 至于你师姐 看在太古星帝的面子上 她也一起进去吧 你们 跟我来 这座塔就是试炼禁地 此塔名为虚空塔 曾是无极星帝的重宝 里面自成空间 试炼禁地和无极星驰都在其中 不过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 想要进入无极星驰 就必须完成试炼禁地的考验 但是 本门舞者已经近千年 没有踏足无极星驰了 这么难 到底是怎么个考验法 这跟个人的实力有关 无极星驰中有自己的空间规则 进入之后 境界就会受到一定影响 具体情况 要你们进去了才知道 打听到了 当年 因为失去了无极星帝的控制 无极界的空间规则陷入混乱 从此无法容纳五圣级别的强者 后来 为了阻止星辰大帝进入无极界 无极星门索性摧毁了 前往星辰大陆的空间路径 将无极界彻底封印 那我们还能出去吗 除非再出现一位掌握空间之道的兄弟 方能打开这个通道 但我听他们说 因为无极星门的实力越来越弱 而天妖秘境中又都是天街行首 所以他们几乎没有走过 去天妖秘境的通道 也就是说 就算走来时的通道 我们也未必能回到天妖秘境 更何况 他们一直看着我们 又如此固执 应该不会允许我们离开这里 不过 也有好消息 我打听到了 无极星驰的位置 那地方远吗 有没有进入要求 不远 只是在失联境地中 需要通过考验 方能进入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 再过一阵吧 等他们放松警惕 我们再去 难不成那小子 已经离开了天妖秘境 还是说 他身上有遮掩血脉气息的宝物 不可能 再试一次 或计算 不可能 多予 二位可是来自星辰大陆 正是 不知此处是什么地方 无极界 无极星门 早就听师兄说过无极界 没想到 真的存在 既然这里是无极界 那么无极星池十有八九就在此处 我是秋木林 他叫周元忠 我们都是无极星门的长老 二位 你们是哪个宗门的弟子 怎会来到这里 我二人是小宗小门的弟子 不值一提 在下名叫陈兴 这位是我的师姐穆青兰 我二人在天鹣秘境试炼 无意间进入这里 多有打扰之处 还望见谅 不知能否借到 让我二人返回星辰大陆 你们既然来了无极界 就不用再想着回星辰大陆了 怎么样 你那边呢 解决了 那我们简单处理一下 再换个地方修炼吧 好 臭小子挺能跑啊 可惜 你逃不出本座的手掌心 又有情况了 来人很厉害 我们走 教化的家伙 你逃得了吗 陈兴 本哨已经突破了新魂界 咱们俩重新一较高下 剑飞羽 顾绍军 陈兴已是司空圣主的清传弟子 你们就不怕圣主降罪吗 这里 天阶兴兽无数 你们意外死在这里也很正常 就算圣主想追究 也绝对查不到任何线索 更何况 司空圣主又不只有陈兴一个弟子 陈兴死了 对他不会有太大影响 你们还真是自信 既然你们这么迫不及待 我也乐意奉陪 什么 你竟然 竟然已经是新魂境二变了 你的成长速度的确很快 但跟我比还差上一斤 可惜呀可惜 你没有时间了 你马上就会知道 新魂境二变和三变之间的差距 到底有多大 太极诗文 太极诗文 清兰见过陆师兄 你是来找我的 对 你现在有空和我去一趟天妖秘境吗 那是什么地方 是一处次元虚空 里面生存着大量天阶新兽 天阶新兽 那可是提高星图威力的大好机会 我们怎么去啊 太玄山附近有一个入口 会在明天开放 只要达到新魂境 即可进入历练 师兄 去练练手也好 能验证你这两年的成果 多谢师兄 除了天阶行兽 还可能遇到星辰殿的舞者 总之多加小心 他们也能去那里 嗯 不错 天妖秘境十分广阔 星辰大陆上 不只是太玄山有入口 星辰殿也有 原来如此 那我们先回去准备一下